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个引人注目的新闻要点 首先 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讨论如何推动俄罗斯和乌克兰恢复直接对话 这次会面被奥尔班称为和平使命 匈牙利刚刚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 奥尔班的此行议在寻求和平解决持续三年的俄乌冲突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广岛的和平纪念仪式 今年的仪式将迎来创纪录的115个国家代表 共同纪念美国在二战期间对广岛投下原子弹79周年 仪式将于8月6日举行 包括英国 法国 印度和以色列等核武国家在内的代表将出席 但美国尚未决定是否参加 而中国 巴基斯坦和朝鲜尚未回应邀请 最后 我们关注今年的全球选举 这些选举展示了民主的挑战与韧性 在一些国家 领导人通过选举巩固了权力 而在另一些国家 选民的权力被限制以延长现任领导人的统治 然而 印度和塞内加尔等国的选举表明 民主人有能力引导公众的不满并推动变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Al Jazeera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敦促世界大国 帮助俄罗斯和乌克兰恢复直接对话 他在北京会见了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 欧尔班此行被称为和平使命 在此之前 他上周访问了俄罗斯和乌克兰 讨论和平 解决冲突的前景 匈牙利本月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 欧尔班随即展开和平使命 但未获得其他欧洲国家的支持 习近平呼吁俄乌停火 并希望其他大国创造有利于对话的环境 欧尔班称 中国为全球动荡中的稳定力量 并赞扬其建设性和平倡议 包括与巴西共同发布的六点和平计划 尽管中国自称在冲突中保持中立 但实际上 通过频繁的国家访问 贸易增长和联合军事演习支持莫斯科 欧尔班在访问莫斯科时 遭到乌克兰和欧盟官员的谴责 认为他并未代表整个欧洲集团形势 尽管如此 欧尔班继续访问北京 并称之为和平使命3.0 习近平重申早日停火 并寻求政治解决 符合各方利益 而欧尔班则称中国为重要的和平缔造者 Japan Times 今年的广岛和平纪念仪式 将迎来创纪录的115个国家和欧盟代表参加 该仪式定于8月6日举行 以纪念美国在二战结束前 对广岛进行的原子弹轰炸的79周年 当前的纪录是去年创下的111个国家和欧盟 核武器国家中英国 法国 印度和以色列预计将参加 而美国尚未决定 中国 巴基斯坦和朝鲜尚未回应 连续第三年没有向俄罗斯发出邀请 广岛市政府表示 这一创记录的参与 反映了全球对和平的强烈渴望 和对核武器威胁的关注 广岛和平纪念仪式是一个全球性的象征 提醒人们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 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实现无核武器世界 CNN 今年的全球选举对在位者来说 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他们在应对新冠疫情后的经济痛苦 和执政多年的丑闻与疲惫中挣扎 最近在法国和英国的选举显示 选民们通过战术投票 以新的方式重塑国家 在伊朗 即使在神职独裁政权严格控制的选举中 选民们也给了一个意外结果 一名强硬派候选人落选 全球范围内的政治自觉运动 凸显了民主 法治面临的威胁 以及民粹领导人的崛起 在一些国家 如萨尔瓦多和斯洛伐克 具有专制倾向的领导人 通过选票巩固了权力 在其他国家 如俄罗斯 他们通过窒息选民权力延长统治 新领导人 可能利用强大的民意 授权集中权力 削弱民主结构 现任领导人面临连任的挑战 尤其是在发达国家 生活成本危机 引发了广泛的焦虑 尽管如此 从印度到塞内加尔 选举显示了民主渠道 仍能有效表达 公众愤怒并推动变革 选举最终将迎来 全球最强大民主国家 美国的关键选举 拜登总统警告说 特朗普若重返权力 将对全球民主 构成生存威胁 独立报报道 维多利亚斯塔莫夫人 及工党领袖基尔斯塔莫的妻子 在选举日穿着一件价值 275英镑的红色连衣裙 出现在唐宁街10号门前 这件裙子 出自独立的英国品牌密加M 这一选择不仅展示了 她对丈夫领导能力的信心 也体现了 她对自身形象的把控 密加M品牌近年来 在职业女性的衣橱中 迅速崛起 吸引了包括尼可基德曼 吉莲安德森 威尔什王菲等名人的青睐 该品牌以高质量的中档 价位服饰著称 提供修身 实用 持久的衣物 帮助女性打造 既适合职场 又适合周末的胶囊衣橱 密加M的成功 不仅源于其设计和质量 还得益于创始人克莱尔·霍恩比 在社交媒体上的巧妙营销策略 品牌早期通过口碑传播 迅速积累了大量粉丝 如凯特·米德尔顿 穿着其48英镑的条纹上衣后 该款产品立即售庆 悉尼陈锋报指出 美国总统乔·拜登 在与共和党对手唐纳德 特朗普的辩论中表现不佳 导致他的支持率 降至历史最低的36% 这使得民主党内许多高层人士 担忧拜登继续参选 可能影响到国会的控制权 拜登的表现给人留下了 他不再适合担任总统的印象 而这正是特朗普 希望传达的信息 民主党内部对拜登 是否应继续竞选存在分歧 一些资深议员认为 他应让位于其他候选人 以确保党内团结 然而 替换拜登也面临巨大挑战 例如如果接替者 不是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筹款将成为一大问题 此外 若哈里斯被排除在外 可能会影响到 民主党的核心选民群体 进而影响大选结果 拜登坚定表示会继续参选 但党内压力和政治危机 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内达到顶峰 路透社Breaking Views报道 茅台酒价格下跌 导致其市值蒸发了600亿美元 这表明 中国第二大经济体的市场情绪 异常脆弱 茅台股价 自5月初以来 下跌了超过20% 导致其失去了 中国市值最高上市公司的地位 茅台面临市场供应过剩 外国酒类品牌竞争 以及中国年轻人消费习惯 转变的挑战 然而 尽管市场波动 茅台的盈利能力 依然强劲 预计今年利润将增长18% 尽管如此 投资者对市场的担忧 依然存在 尤其是在外资 纷纷撤出中国股市的情况下 茅台的前景依然稳固 但市场情绪的脆弱性 和对潜在经济下滑的担忧 使得投资者对未来保持谨慎 多伦多星报报道 随着乌克兰战争进入第三年 北约在美国领导下 正加强与其四个印太伙伴国家的关系 尽管这些国家不是军事联盟的一部分 但随着俄罗斯和中国联手对抗美国 他们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新西兰 日本和韩国的领导人 将连续第三年参加北约峰会 澳大利亚则派遣副总理出席 中国对此高度关注 担心北约对欧洲和西半球以外地区的兴趣增加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 欧洲和亚洲的伙伴看到全球挑战的相关性 因此需要打破障碍 加强合作 面对中美竞争加剧 美国试图遏制中国挑战美主导的世界秩序 北京对北约可能与印太伙伴 发布联合应对网络攻击和虚假信息的文件 表示愤怒 指责北约超越防御区 煽动对抗 乌克兰战争使美欧及其亚洲盟友加强合作 韩国和日本向乌克兰提供军事物资 中国则被指向俄罗斯提供制造武器的技术 北约峰会将允许美欧及印太盟友 共同应对中俄 朝一等国家的威胁 多伦多星报报道 北约领导人将在华盛顿举行的峰会上加强跨大西洋对乌克兰的支持 但对东道主总统乔拜登来说 这次峰会同样是展示他是否能胜任在干四年总统职位的机会 拜登在峰会上试图证明他的领导能力 特别是在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方面 他指出自己的领导使北约更加团结 拜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盟友需要美国的领导 他扩展并巩固了北约 形成了全球联盟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 白宫希望通过峰会展示拜登的能力 以说服摇摆不定的民主党人和捐助者 然而 一些高级官员对拜登处理具体行动时的表现表示担忧 峰会将是拜登在大选前的一次重要国际亮相 他希望通过展示对北约的承诺来对抗特朗普的质疑 特朗普曾批评北约成员国为达到防务支出目标 拜登则强调其领导下北约的扩展和团结 北约预计将在峰会上宣布乌克兰加入联盟的具体步骤 并加强乌克兰的防空和军事能力 多伦多星报报道 美国民众对联邦堕胎禁令的反对情绪高涨 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在任何情况下的堕胎权利 根据美联社诺里克民意调查中心的新调查显示 大约六成美国人认为应该允许在任何情况下进行合法堕胎 这一比例自2021年6月以来有所上升 当时大约一半的美国人认为应该在这些情况下允许合法堕胎 自最高法院推翻宪法堕胎权以来 共和党控制的州实施了严格的堕胎禁令 民众对此普遍反对 大多数美国人反对全国性堕胎禁令 并认为国会应通过法律保障全国范围内的堕胎权利 尽管特朗普在竞选中强调其任命的三位最高法院法官 帮助推翻了罗素维德案 但他在堕胎政策上采取了谨慎态度 主张将问题交由各州决定 调查显示 约七成美国人认为堕胎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是合法的 而大约三成人认为应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非法的 尽管观点复杂且有时矛盾 但大多数人认为在极端情况下 如威胁患者、生命或强奸、乱伦导致的怀孕 堕胎应该是合法的 纽约时报 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大国戏剧展示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中等大国与大国的戏剧展示 在一段由唐宁街10号发布的短视频中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莫弯腰靠近扬声器电话 白宫操作员说道 您现在已连接到空军一号 正在飞往威斯康星州参加竞选集会的拜登总统说 首相先生恭喜你 真是一场了不起的胜利 两位领导人热情地谈到了英美特殊关系的重要性 他们共同承诺捍卫乌克兰 并计划在即将到来的北约峰会上会面 自从巴拉克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以来 白宫和唐宁街首次都掌握在中左翼政党手中 经过多年因英国脱欧、北爱尔兰问题和未能达成贸易协议而产生的紧张关系 这可能预示着跨大西洋关系的新和谐时代 然而这也可能是一个短暂的时代 四个月后的美国大选可能会让唐纳德据特朗普重返总统职位 他曾与右倾的英国领导人特雷莎没关系紧张 更不用说于左倾的领导人了 纽约时报 当拜登总统和他的助手们计划北约75周年纪念活动时 他们的目标是营造一种信心的氛围 信息传递给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其他潜在对手的是 经过两年多的乌克兰战争后 一个更大、更强大的西方盟友集团已经出现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致力于抵制侵略 然而当38位世界领导人于周一开始抵达时 这种信心似乎岌岌可危 即使在峰会正式开始之前 不确定性已经笼罩了整个活动 尤其是拜登是否会继续竞选连任 以及特朗普可能重返总统职位的前景 特朗普曾称北约过时 威胁要退出联盟 最近还表示 如果某个成员国贡献不够 他会让俄罗斯随心所欲地对其采取行动 随着特朗普在辩论后的民调中上升 关键的欧洲盟友开始讨论 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 这对联盟意味着什么 以及在没有美国的武器 资金和情报支持的情况下 北约是否能应对俄罗斯 拜登将在距离白宫几条街的安德鲁W 梅隆礼堂迎接领导人 1949年 北约创建条约在这里签署 当时由哈里S杜鲁门总统主持 拜登当时六岁 冷战刚刚开始 如今 拜登81岁 是华盛顿最为坚定的北约支持者之一 随着他们在周二晚上聚集 领导人们将密切关注拜登的一举一动 倾听他的每一句话 寻找他是否能再任四年的信号 纽约时报 马克·旅特上周骑着自行车 离开了荷兰政坛 这是一场精心安排的告别 他在这个岗位上担任首相近14年 他的新工作将更加具有挑战性 他将成为北约的新领导人 面对从俄罗斯侵略到欧洲右翼民族主义 崛起的各种威胁 旅特以灵活务实著称 他将把自己的调解经验 带到这个由32个国家组成的军事联盟中 接替现任秘书长颜斯斯托尔滕贝格 任期从10月1日开始 北约在本周华盛顿举行的75周年 峰会上找到了新的使命 及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入侵 除了这个挑战 北约还面临着俄罗斯政府 与中国和伊朗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尽管中国试图主导亚洲 伊朗也在扩展其和计划 像法国和德国这样的主要成员国 正在应对右翼政党的崛起 这些政党对莫斯科明显表示同情 匈牙利和土耳其则是威权民主国家 另外还有新的要求增加军事开支 更有可能的是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 他对北约和对乌克兰的援助持怀疑态度 然而57岁的旅特成功管理了 荷兰的四个不同的执政联盟 将达成共识至于个人意识形态之上 他是其他领导人熟知的人物 得到了拜登总统的推崇 拜登曾推动他接受这个职位 而特朗普也曾在一次椭圆形办公室会议后表示 我喜欢这个家伙 未报 托尼·布莱尔警告基尔·斯塔默 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移民控制措施 以应对极右翼势力的崛起 布莱尔表示 新政府应处理人们的不满 同时保持中间立场 以维持工党的选举联盟 他认为移民应该被庆祝 因为他对国家有很大好处 但保守党的疯狂做法损害了经济 在工党上周赢得大选后 布莱尔首次接受采访 敦促斯塔默在实现气候目标时 要现实 并预测英国最终将与欧洲邻国组成地区集团 已在全球竞争中立足 布莱尔还将在伦敦举行的英国未来会议上 讨论公共部门采用人工智能的潜力 预计每年可节省120亿英镑 然而 他关于如何应对激进右翼崛起的言论 将引起新工党政府的关注 因为改革英国党在上周的选举中赢得了五个席位 占据了14%的选票 CNN 北约峰会原计划庆祝联盟成立75周年 所定对乌克兰的长期军事支持 甚至为特朗普可能的第二个任期做好准备 然而 没人预料到这次在华盛顿的会议会变成 对81岁总统乔 拜登健康和认知能力的公开考验 拜登的领导 使他成为自乔治H W不时以来北约最重要的总统托管人 但他的成就将在峰会上 被他拯救政治未来的战斗所掩盖 拜登的每一步 每一个手势和每一句话 都会受到密切关注 尤其是在非脚本时刻 总统将在周四的单独新闻发布会上 面临巨大压力 任何混乱或软弱的迹象 都可能引发民主党内部的新一轮恐慌 并破坏拜登平息 放弃竞选的努力 拜登将面对关于健康 医疗记录 以及是否隐瞒病情的提问 外国领导人也会密切关注拜登 因为他是对抗特朗普回归的 最后一道防线 卫报 站在1988年首尔奥运会的领奖台上 格雷格·卢加尼斯知道自己完了 在他最后一次竞技跳水中 他赢得了本周的第二枚金牌 成为首位连续两届奥运会 获得双金的男子跳水运动员 他的职业生涯总计 三届奥运会 四枚金牌 一枚银牌 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跳水运动员 甚至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跳水运动员 六个月前 28岁的卢加尼斯发现自己感染了HIV 在艾滋病危机日益严重的当时 没有公开的同性恋运动员 更没有公开感染HIV的运动员 他决定继续训练 不仅是为了奥运会的艰苦训练 还要应对抗逆转入病毒药物的疲劳和担忧 在1988年奥运会期间 他在预赛中表现出色 但在第九跳时 头部撞上了跳板 观众惊呼 他接受了缝合后 重返跳板 完成了几乎完美的跳跃 尽管在领奖台上 他的心思不在非凡的成功上 而是在他可能只有两年生命的诊断结果上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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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